嗨,我是迷迷之助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來 今天是一個旅遊的影片 我去了華山 因為本來想幹什麼 結果又沒有做成喔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訂閱、按讚、分享 還不要忘了關注我的FB的粉絲團 IG喔 FB的粉絲團有不一樣的互動 還有專屬的社團喔 歡迎點擊更多資訊 來去看FB粉絲團的連結喔 那就來去看 我到底去幹了什麼事情囉 我到華山啊 本來要去看 卡赫納茲的那個大轉蛋 還有他的展覽 可是拍的好長喔 光是那個大扭蛋 就超多了 被拍到快要沒有鏡頭的地方了 所以我就只好跟旁邊的扭蛋拍照 表示我有來過啊 還有白爛貓也排的很長 那想說去看 Kiki貓的展覽 Kiki貓展覽還沒有開始 然後想說去看一個什麼 昆蟲呢 好像也沒有開始 所以兩大廠 就是白爛貓跟卡赫納茲 都超多人的 所以又只是去那邊逛逛 這一次我有去華碩的一個新品的發表會 可以去那邊體驗他們的新的筆電 通過三關之後就可以抽獎 那少QR Code 還有機會去抽他們家的筆電 那我沒有去少QR Code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練的那個命 我就去體驗他們新的筆電 然後去跟他們拍照 如果有關注我的IG粉絲團的話就有看到華碩的那個拍照 那我抽到的就是這個 環保袋 那環保袋是這樣子 然後小小的一個 那有他們華碩的LOGO在這邊 再來我們往回走 我們要去農夫市集 那就在路途看到一間好兵分 他們覺得很完美的飲料店 所以就進去啦 結果這一家進去 嗯 價格有點 以手搖背的這個價錢來說 有點稍微高一點 可是拍照起來還不錯 你覺得王妹拍照的那個手搖背 蠻好看的 還是你覺得我抽到這個手提帶還不錯嗎 或者是你覺得卡赫娜真的人爆多 超多人的 都可以有什麼想法啦 意見啦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囉 影片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了給我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也不要忘了關注我的FB的粉絲團 有不一樣的互動喔 還有專屬的社團 今天就這樣 看下次用怎樣的影片來進入生活囉 掰掰 掰掰